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今天表示 一艘预定由浙江开往印尼的福建籍渔船 浮远于680 上午在广东善围海域沉没 船上有11人 其中8人失踪 中共中纪委今天公布 辽宁省政协前副主席陈铁心收取贿赂 与他人通奸将予与双开处分 大陆担保行业倒闭潮在各地蔓延开来 截止至6月底 上海担保行业不良余额为28亿元 不良率为11% 还不包括已经核销掉的坏账 估计上海有60%的担保公司已倒闭 分析认为房地产、钢帽等行业不景气 导致担保行业危机爆发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出人意料地 没有公布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处理方式 引起外界关注 政治约刊前哨引述消息人士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及两位前辈级老常委曾联合建议 采用对赵紫阳的模式处置周永康 将周软禁至终老 但遭到习近平拒绝 新台二台电视整理报道